乌尔战火最新情势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这几个星期是踏出了基辅陆续造访了几个战况严峻的城市 他更前往了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和奥德萨来慰问当地的军人和医护人员 而这也是开战后第一次造访当地 他还向全民喊话表示乌克兰现在离加入欧盟只有一步之遥 但大多的分析都认为乌克兰要真正加入欧盟 恐怕还得等上很多年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一众幕僚官员的见证下授予军人徽章 他近日前往尼古拉耶夫和奥德萨两座南部城市 是开战后第一次现身当地 在军方人士之外泽伦斯基此行造访医院 把荣誉奖章也颁给了医护人员 他在看到尼古拉耶夫被炮火打出一个大洞的政府建筑时 脸色难掩凝重 其实当地战火并未完全停歇 17号才遭遇俄军空袭 不过好消息是 乌克兰苦守三个多月后 终于获得了欧盟候选国地位 这也让泽伦斯基振奋地向全民信心喊话 乌克兰在通往欧盟的道路上看似迈进一大步 但要走的路依旧漫长 纽约时报指出接着还要经过很多年时间 乌克兰才能真正入会 欧盟指挥会表示 乌克兰的高层贪腐 还有盘根错节的政伤势力等等 都是目前最主要的障碍 欢迎新闻流星文综合报导 为了把俄军围攻马力波的真实情况让全世界知道 乌克兰的这一位女军医塔伊拉 她透过了摄影机记录战火下的日常 但她在三个月前遭到了俄军俘虏 经过一番的波折 如今终于获释平安回到乌克兰 化名塔伊拉的乌克兰军医白弗斯卡 在俄罗斯军队围攻乌克兰港城马力波期间 用头戴式摄影机拍摄战火下 救治伤患的日常生活 她在三月录下这段自拍影片后没多久 就遭到俄军俘虏人间蒸发 幸好经过一番交涉 终于在日前获释回到乌克兰首都基辅 塔伊拉一共拍下了256G的影片 并小心规避俄军搜查 将记忆卡偷渡出去转交给美联社 希望让外界看到乌克兰在战火下的真实影像 影片中可以看到她救治受伤的平民和士兵 就算伤者是俄军也一视同仁抢救 塔伊拉拍摄的影像经全球各国媒体报导 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目睹她的工作实况 赞扬她的大公无私 塔伊拉的丈夫普萨诺夫认为 这些报导对塔伊拉获释也发挥了作用 欢迎新闻林明轩综合报导 有两位美国的退役军人 4月主动前往乌克兰来参战 结果却遭到俄罗斯军队的俘虏 目前俄方已经证实这项消息 还拍摄了影片公布两人的情况 引发了白宫的关切 一名男子双手上铐 被俄罗斯军人紧捏住脖子移动 他是来自美国的黄安迪 在乌克兰作战时遭到俄军俘虏 这是我之前在美国前离 我之前在美国前看了很多 宇宙的反应 黄安迪和另外一位受辅的推议美军德瑞克 两人自愿前往乌克兰参战 上星期在哈尔科夫行动时遭遇俄军伏击 因此和乌方部队失散 接着就下落不明 直到俄罗斯国音电视台在17号播放影片 要他们在镜头前用俄语说出反战口号 电视台还表示 这两人目前关押在乌东顿巴斯地区 引发外界忧虑 白宫已经接获此消息 但关于两人的详细情况还等待厘清 其实不止美国 世界各地都有志愿兵前往乌克兰作战 据俄罗斯说法 在这将近7000名志愿兵中 来自加拿大和波兰的人数最多 在乌克兰丧生的外国士兵也以波兰人居管 虽然国际公园声明 任何战俘都应该享有人道对待 和公平审判的保护 但俄军认为 这些替乌国作战的外籍人士是佣兵 因此不受法条保护 与此同时 乌东的北顿那此刻持续进行激烈战斗 士兵们无论国籍 伤亡恐怕都要持续增加 欢迎新闻 刘千文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丁出席有俄国版 达沃斯支撑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他在演说当中 炮轰美国还有他们的盟友 对俄国祭出疯狂的制裁 而且还说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希望在特别军事行动结束之后 与乌克兰可以恢复到正常关系 有一段时间为公开露面的俄罗斯总统普丁 17号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在这场西方官员缺席的论坛中 普丁火力全开 抨击西方国家 对俄国祭出犹如双面刃的愚蠢制裁 普丁也批评美国 以上帝在地球上的使者自居 傲慢地把其他国家当成殖民地 导致世界变得不稳定 他并警告以美国为主的 单级世界时代已经结束 未来事态将会大不相同 普丁还说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但在乌克兰的特别行动 会继续下去 但又说接着会恢复关系 只是攻打完乌克兰 再说要跟人家恢复正常关系 普丁这逻辑也正是让人摸不着头绪 听在乌克兰人耳里恐怕难以接受 但糗的是 这场论坛遭遇网络攻击 让普丁这场演说延迟了一个小时才开始 欢迎宣传给您通话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华人新闻主播孙怡林 现在只需要180秒 你就能掌握最新国际新闻动态 立刻打开你的Apple Podcast 搜寻华语hashtag关键次新闻 并点击右上角加 就能收到第一首国际政经科技及时新闻 只要我们频道记得点选五星 以及留言跟我们互动哦 怀宇关键次新闻Podcast 让你一天一hashtag聊天不Lag